人才背出春田镇 这次他们又毁掉了自己的家乡 因为镇上的重要雕像被偷走卖飞铁了 一部分人很生气 发动传统艺能要暴动 另一部分人反对暴动 暴动的人推翻车子 反对暴动的人就把车子翻过来擦干净 所以整个暴动下来损失为零 但讽刺的是 他们冷静下来后重建了一个雕塑 这才是最致命的 新雕塑上有一个凹形反射面 聚焦了太阳能的威力 说过之处寸草不生 很快就把整个镇子毁掉 快团结起来高喊口号要重建春田镇 所谓人心奇太三移 六个月过后春田镇还是那个死样 一群穷鬼光喊口号不掏钱有个乱用 马基算看出来了 这事还得找有钱人 八皮说凭什么我要当这个大冤种 掏钱重建春田镇对我有什么好处吗 马基看出来让他掏这么多钱有点难 不要是只重建一部分也可以 比如春田晚体育馆 说到春田晚 八皮突然想起自己逝去的青春 小时候还在那里表演过节目呢 看在自己回忆的面子上 八皮统一掏钱重建春田镇 但有个条件 我想在春田晚举办演出 资金到位 小镇马上修好 八皮为自己的春田晚演出海选节目 只有猫女报名参加了 他轻一轻嗓 竟然还挺会唱 尽管他嗓子凑合 但八皮不想演出太专业 他怀念的是海底时代的青色表演 所以演员还是得去学校里找 但人才背出的春田小学 有人把面条吸溜得出神入化 有人会圣吞大宝剑加强版 这对八皮来说实在过于强大 他希望的表演是青色的 不成熟的 甚至有点粗丑的 副导演丽莎搞不懂八皮的想法 演出不应该是精彩和成功的吗 他觉得八皮家里一探究竟 秘书带丽莎去到一间屋子里 说这个幻灯片或许能给你答案 丽莎望向幻灯片是八皮小时候的演出 那是一次背带裤引发的演出事故 背带裤不是谁都能驾驭的 他会惩罚那些不自量力的小丑 八皮出现在身后 说我的演出变成了全国笑话 迎来了一堆小黑子嘲笑我 丽莎明白了八皮心中所想 也知道如何激发八皮的斗志 你难道要向那些小黑子投降吗 八皮说不 我要办一场成功的演出 下定决心后 加上超能力的帮助 他果然办了一场很不错的演出 只是节目的最后 他太想证明自己了 撤掉外套 露出自己小时候的表演服 迟到了几十年的表演 他想给自己一个完美的结局 灯光师配合着打出一道光 但八皮太虚弱了 根本承受不住 强大的光子打在他的身上 仿佛刮起了十几台风 不像宿命一般 八皮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从小丢人丢到老 我这一生如理活冰 老脸往哪个啊 震大八皮不知所措的时候 突然发现台下的观众早已散去 大家都这么忙 谁会花那么多时间嘲笑一个老头呢 八皮发现自己脑海中的笑声消失了 打败小黑子的最好办法是直面他们 你越逃避越反抗 他们越兴奋 等你习惯了 他们则迟早会感到无趣 生活中充满了各种事与愿违 即便是春天正的首富也难以逃脱 小时候搞砸的演出 他以为经过了一生的准备 就可以把失去的东西夺回来 现在的他更老谋生算 更有钱 能随意地左右一个正的命运 但还是无法改变一场演出的结局 生活有他自己的剧本 任何人也不能够完全左右 无论你怎么进行策划 有时候也抵不过一场命运的安排 那人为什么还要折腾呢 因为折腾本就不全是为了成功 有时候恰恰是为了失败 败了换你一个死心 对于不属于你的剧本 死心过后才能踏实 所以才叫死心塌地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